这是中国百米第一次闯进世纪赛的前八 应该说这是你从小的一个梦想吧 没有从小的梦想 是因为你边上这个小伙子挺帅 动作又好 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 动作好 没有别的了 这个帅吧 也挺帅的 有人说你是新的颜值担当 你怎么看 就担当起来呗 就担当起来呗 好 谢谢谢谢 继续加油 谢谢 其实对于这个 今天在藏人的36密队 你是年龄最大的一个 很多人在前并没有太好 今天对自己这个取胜的密集是什么 没有呀 我不知道 不是吧 我不是在藏人年龄最大的 挺胜没有什么密集 你一个老将的身份参赛 但是完全是一个黑马的姿态 你对今天的这个 自己的这个首先的冠军是一个什么感受 看你一点都不激动好像 没有吧 我没有觉得自己是个黑马 我觉得 这就应该是我的 如果我能进决赛的话 准备怎么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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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命的去跑 首先恭喜顺利进棋 但是三跳尽管是一跳比一跳都好 但是真的是很全 一点都不顺利 看得出来今天这场比赛是按着决赛来跑的是吧 对啊 因为实力本来就这样 没关系 这个跑进决赛也是你的一个突破 上一次你都没有进入第二轮 今天给我们一个期待什么样的成绩进这个半决赛 跟我们想先说 我希望进自己所能吧 也不能把目标把自己定得太高了 这个汤信强启动这个比喻赛当中稳了好多 0.2037跑反应时所有选手当中最持的一个 以安全为主 对 差不多以这个安全为主吧 首先恭喜闯进半决赛是吧 第一次跑这个白米什么感觉 在身体下降 应该也不是第一次了 15年跑了 这第一轮比赛你们用了几成的东西 我的刀呢 在三年前想到能够出现在这个决赛起跑线了吗 在里面 带着国族出来的 还有我身后这一圈 这里这么多的球迷 大家都在等待着国族的出来 那么国族的比赛是已经结束了 虽然很遗憾没有能够取得 让大家都满意的一个结果 但是我们的球迷 在朱雀体育场现场四万一千名的球迷 他们不离不弃的陪伴着国族 走到了最后一秒 现场球迷的情绪是非常激动的 而现在此时此刻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 感情那份感情是五味杂陈的 而很难语 其实很难用言语去表述 但是我还是想要来问大家几个问题 我想问问看这儿的球迷 你们觉得今天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是感到失望吗还是 一点战术都没有 很失望 什么战术都没有 太失望了 非常非常失望 我知道大家可能现在都有失望或者愤怒的情绪 但是我们的国族比赛才刚刚进行了三场 接下来还有七场 已经结束了 已经结束了 没希望了 绝体没希望了 已经结束了 太失望了 还有几个十五年的等段 结束了 太失望了 太失望了 太可怕了 那剩下了还有七场的比赛 我不知道大家还会不会选择进去 能赢七场吗 还有七场比赛能全赢吗 赢不下来吧 很难的了 很难的了 我想问你们年轻人 可能你们没有经历过之前 我他们太失望了 可能你们没有经历过十五年前 无礼和的那一幕 但是今天这样的遗憾过后 你们还会在剩下的七场比赛 选择继续支持过 我觉得会是的 国族牛逼 加油 千言万语会不过一句 中国队加油 尽管今天的结果没有办法做到 让所有人满意 而此时此刻我们的球迷心里面可能有抱怨 可能有失望 可能有不满意 但是我相信 这只是他们此时此刻一时之间的愤怒 在今天的比赛过后 剩下的时间里 国族还有七场比赛 而他们也会继续的支持中国队 因为中国队需要他们的支持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我们的未来 他们这边有球员 有球员 有球员 也需要我们的中国球迷 去陪伴我们的中国队 我们不 教练的肚子开开玩笑 想要不满意 像我这种早很多漂亮的运动人 也都不满了 会吗 累什么会很紧张 因为 因为因为累 累才紧张 今天这个决赛游了59秒61啊 目标达到又长成绩了 怎么样了 累差累差 还是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 提升空间非常大 太客气了没有 差你差了 你就是这次夺金牌最多的中国运动员了 谢谢大娘 我觉得我的队友真的太棒了 他们太厉害了 你都没想到自己 我以为是59秒 我要这么快 我很满意 今天这个状态有所保留吗 有没有被 没有保留 我已经 我已经 用了洪荒之力了 你知道这一年你的这个 停止一下 好 这样 你 给你